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几个内容了 在这几个的课程中,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Python到底能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首先,Python这里我写了几个字,几乎是万能的 也就是说它可以实现你想去编写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代表 那么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几乎是万能的 这个说法不是说是绝对的 说它是万能的,只是把Python和其他的一些语言作为一个比较 Python确实是比较全能 好,下面我们来一条条的看一下Python到底能做些什么东西 好,第一个是爬虫 这个应该来说是之前Python最为知名的一个应用场景 我们都知道现在互联网数据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以数据为中心的产品也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 可以这么说,爬虫在数据时代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么同时,以这个爬虫为核心的产品也是非常的多的 我们随便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最常见也最常用的这个搜索疫情 它的这个核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爬虫 再比如说像一些资讯新闻的这样的一些聚合产品 比如说金月头条 它本质上来说的话也是一个爬虫 好,那么我们接着看第二条 大数据与数据分析 那么我们现在去做这个大数据处理的时候 可能会用到这个Spark这个框架 那么Python就是Spark所支持的几种编程园中的其中一种 好,那么我们接着来看第三个 自动化运维与自动化测试 其实我觉得第三点是非常能体现 Python工具性的特点的应用方面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要做到分布式服务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在去对产品做支持的时候 我们它的后台并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一个服务站点 可能有很多个这样一个站点 那么如果说其中的一个站点当机了之后 我可能会启用 自动的启用别的这样的一个站点来补充上去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 如果我们用人工具处理 这个可能时照性就不是这么及时 那么当我们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需要有一个工具 它可以自动判别哪个网站 或者是说哪个服务 然后它当机了,自动的启动我们备选的这样的一个服务主机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四点 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一个外部开发 这个Python当然也是可以做的 那么用的比较多的两个这样的一个外部开发框架 分别是Flask和Jungle 当然Python的外部框架是非常非常多的 我这里只是取了其中的两个 它的外部框架的数量是不亚于PHP的 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五个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这个概念也是 最近 很火的一个概念 大家都知道这个AlphaGo 对不对 其实做机器学习 那么他们也是有很多框架 酷的 可以选择不同的语言 但是以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如果我们 不是专业的从事这个机器学习 只是说是对这个机器学习 非常的有兴趣的话 那么我们选择的语言 肯定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大动画和所未免 对不对 我个人觉得像Python 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 机器学习的一个入门的语言 你比如说像谷歌 它的这样一个深度学习的框架 TensorFlow 它就是支持Python 并且也是谷歌主推的这样的一个框架的开发语言 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最后一条 最后一条也是Python非常强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Python是可以作为一个交水语言的 好,那么什么是交水语言呢 这个我们可能做一些简单的项目的时候 不太可能会遇到 但是如果我们做的是一些比较复杂的项目 或者说我们对一些老的项目去做升级的话 可能就会要用到Python这样的一个特性 你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开发一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已经 曾经或者说过去用一些其他的语言编写了 这样的一些子功能模块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在开发新的项目的时候 是没有必要重复这样的一个编写过程 对不对 因为已经存在这样一个模块 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但是问题是 问题是这些模块有可能是C++编写的 也有可能是Java编写的 那么这个时候Python它的特点都发布出来了 它是可以作为一个交水承载的 然后可以去调用C++,Java等等 还有一些其他很多的这样一个语言 好,那么以上6点就是我归纳的这样的一个Python的最主流的一些功能 当然Python还可以做一些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大家可以自行去了解一下 好,那么不管Python它最挺能做什么东西 希望大家对Python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这个印象是什么 我给Python定义的就是Python它类似于是一个万金油一样的语言 这一点大家可以下去了之后 或者说以后有机会你可能就会慢慢的感受到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好,那么我们在这节课的最后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Python这个语言 那么我认为我们对待Python就应该像这样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随手拿起Python 然后编写一个工具解决你的问题 这个才是Python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